各位朋友大家好 小编今天为大家收集汇总 木桩上固定绳索的七种绳结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种绳结 它被誉为绳结之王 也叫布林结 我们将绳头从底端那个绳尔都窜出之后 围绕主绳一周 再次窜回原绳尔 收紧即可 调物戳车定点锁装 都非常实用的一个绳结 第二种叫双网结 将绳的绳尔 从右绳底端拉过之后 再次套入柱体 我们收结 定点锁装同样牢固 很多人叫它柱体锁紧结 第三种绳结 如果深埋地下的木桩或原柱体 想要提拎时不好提拎 那么用这个绳结 做法简单 将两绳撑开之后 围绕两绳中间再次缠回来 如果绳的足够长 可以再缠一周 穿过绳尔 然后这样就可以轻松提拎 深埋于地下的圆柱体 非常非常的实用 第四种绳结 如果说木桩上固定绳索 它是最简单实用的一个了 也叫木桐结 最早期木桐山上放木 就用这个绳结 绳头再次折叠 存过之后我们收紧主绳 这样就完成了 拖车 掉屋 锁装 定点都可以 它的优点就是解绳描解 第五种绳结 被称为麻斐锁 又叫练码扣 这是它的一个活结做法 穿过绳尔之后 要双折叠 收紧 麻斐锁就完成了 如果说它的受力时 它会越来越紧 不会松动 不会缓解 如果你想解绳 同样 拽下绳头 它就开了 大家看效果 第六种绳结 是一个单套收紧结 注意 围绕一周之后 我们向下方缠绕 最早期称它为绞形锁 很多人叫它上吊后 咱们现在用它定点锁装 吊物拖车都非常实用 收力时牢固 你不用坍塌 担心它松动 开结的情况 第七种 是十字定点结 十字交叉固定物体 是最不容易固定的 像这个方式 注意 从底端穿过来之后 围绕十字点 收紧 这样就完成了 喜欢的老铁 双击收藏 谢谢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